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輸入成績的這個練習 那這個需求很簡單 就是我今天輸入 假設我執行的話 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要我輸入成績 學生成績 假設我輸入一個 輸入假設幾個成績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假設輸入四個就好了 那如果最後呢 我要停止的話 那這邊有一個規則就是輸入-1 -1的話指的就是我要離開了 我不要再輸入了 我已經輸入完畢了 OK 那假如輸入-1 表示已經輸入結束了 那我Enter之後的話 我希望得到結果是什麼 我希望幫我把這個結果 得到以下的 總共可能會有五個東西一定要顯示出來 第一個的話就是 這邊上面總共你輸入幾個學生 總共四個學生 有沒有顯示出來 所以怎麼知道總共四個 這裡的話其實會用到一個函數 就是LEN 你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串列裡面有一個函數叫LEN 你就把這個 這個串列呢 用LEN就可以算出 裡面有幾個資料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這個所有的成績 全部加總在一起 然後平均的話當然呢 在Python裡面好像沒有Average 所以沒有Average沒關係 你可以把那個加總的結果 處理他幾個學生不就好了 然後最後的話會有小數點怎麼辦 小數點的話呢 用什麼Format 測到小片第二位 就可以顯示出來 那最高分的話呢 剛剛有看到有用個Max 最低分的話用Mini 就可以把結果可以得到了 OK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步驟來完成 一個是先解決輸入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底下的這個結果 計算出來 OK 那所以喔 首先的話呢 要怎麼樣輸入成績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總共有這麼多學生的成績 而且你會發現 我們輸入的話呢 其實不確定說幾個學生 而是說輸入完之後呢 輸入-1表示結束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不確定有幾個學生的話 如果你用for回圈 那就會是個問題 因為不知道 那你for i in range Range後面哪裡停下來 不知道 所以呢 如果假設不確定 總共有幾個學生的情況下 那我們講用file回圈 OK吧 那file回圈的話 當然我習慣是file email 有沒有 然後呢 就讓它先輸入 輸入完之後的話 那怎麼樣把資料給輸入到 我們的串列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程式就是底下這裡 我們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呢 就是讓這個資料輸入上去 那首先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 輸入了四個層漆 那放哪裡 首先呢 我們第一個 如果你要輸入層漆 在一個串列裡面的話 首先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必須要先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空的串列就是你要放資料的地方 OK 那當然你類比Excel的話 Excel打開就有啦 只是說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先產生一個空的串列的話 那這個空的串列的變數名稱叫做Score OK Score等於空的 第一個喔 這個是空的串列 那裡面沒放東西 可是你想說 那怎麼樣把資料放進去 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配合一個 一個函數叫做Append OK 你就把資料放進去 就OK了 所以喔 假設啦 我希望呢 讓那個成績輸入的話 那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嘛 一樣啦 所以我的習慣是用話音嘛 所以一定會有個break break是什麼啦 當它等於-1就break 所以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 讓它輸入 這個什麼 input 請輸入什麼 學生成績 那一樣的問題發生 假如說呢 它輸入的成績 是整數的話 那我可以用int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假如它輸入的不是整數的話 那我可能用float 可是喔 會有一種情況 我不確定耶 它到底是整數 還是小數點 不確定耶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如果不確定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 第三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叫做eValue 所以這邊可能要記一下 有一個另外一個轉換的型態 叫eValue 或者叫eValue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不管你是輸入整數也好 浮點也好 反正我兩個都會幫你轉換 你如果輸入整數 我就幫你轉成整數 如果你是輸入小數點的話 那我就幫你轉換成小數點 所以你會發現喔 好像這個函數 轉換函數相對 會比int跟float 來得更保險 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假設用int 它來一個float 浮點怎麼辦 那就掛掉了 OK 這層是壞 可是如果你用float 可是它輸入int也不對 OK 那這個時候用eValue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記一下 這個是不確定小數點 是不是有小數點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這個 好 那接下來做什麼 它輸入了 輸入之後我要怎麼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的話用append 可是什麼時候放append喔 所以這裡的話 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當什麼情況下 我們把它輸入 就是當它不等於-1 有沒有 因為可能我輸入-1 那-1不就結束了嗎 所以如果當這個ins code怎麼樣 它如果是-1的話 那我就離開 可是它如果不等於-1 所以不等於-1的話 OK 如果不等於-1的話 那我就是把資料放到上面的這個空串列裡面 那怎麼放進去 很簡單嗎 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放進去 我就是把這個串列放前面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叫做append的方法 所以你點下去 其實它會出現 你當然打個A也可以 append的 就出來了 其實好像不用特別被 A開頭的append 然後把這個ins code把它放進去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幫我把成績輸入了 OK 那反之 反之就else 有沒有 反之喔 如果說 它輸入的是-1 因為上面是 不等於-1的情況下 那這個l 應該是 它已經是-1 那-1做什麼 -1的話呢 就直接離開 離開的話 就打個什麼 其實break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來試 最後的話 把這個結果 串列裡面的資料print出來看看 print了什麼 這個scope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就是說 執行一下 當我輸入 隨便輸入幾個 比如89 88 87 86 3個 4個好了 enter 最後的話-1 -1的話呢 因為它已經等於-1 所以break break之後呢 最後幫我把 這個scope裡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enter 好 各位可以看到 結束程式 並且把這個scope的串列裡面資料 cleaner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 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總共有四個 四個程式了 有沒有 所以喔 本來是這樣子 它因為append 就放第一個 放第二個 放第三個 一直類推 那第一個階段就完成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做一些計算 包含呢 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多少 加總 平均多少 最高分 最低分 有沒有 總共五個訊息 如果希望喔 我把 希望把這五個計算結果 幫我列在下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幾個學生 總分多少 然後平均最高最低 幫我列出來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串列非常非常重 因為以後 只要你是從那個外部啊 比如說包含呢 資料庫啦 或者甚至ESale啦 檔案啦 網頁啦 反正外部資料過來 那你一定需要一個地方給它放 那放哪裡呢 OK 理論上我們最常會放的地方 經驗裡面最多就是放在那個所謂的串列裡面 所以喔 你一定要很能夠熟練的建立一個串列 串列一個串列怎麼建立 就是等於空的中瓜五就可以 這樣就建立了空的 那第二的話呢 你要怎麼樣把資料放進去 很簡單嗎 append 把這個資料放進去 那只要你執行一次append 它就幫你放一個資料進去 OK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輸入了幾次 輸入四次嘛 最後這個-1 因為它已經是-1了 所以它不會執行append 而是直接break 然後呢 就執行什麼 執行 把串列輸出到畫面的這個結果 那你會發現它是一個中瓜五 裡面就放了四個乘七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階段完成 試試看